客人的房子趕快拆 如果找不到公班 請高宏安介紹 我知道現在缺工 我們讓高宏安幫你介紹一下 不是啦 我覺得坦白講 一個用人都是市長的職權 都是市長的職權 我必須要講 可是因為他畢竟名指名高 對不對 他的薪水還是我們納稅人的錢 所以監督也是有道理的 這一塊 第二塊你仔細看 所有人包含葉國文去做市府顧問 覺得他顧什麼問 對不對 他就真的 他過去是跟新竹市政很熟嗎 公務體系出身嗎 還是政治特別厲害 沒有嘛 看到他就是億萬富翁 對不對 好幾家公司 好像記得還有拖幼 還什麼好幾家公司的老闆 對不對 然後當公安助理 一路壓隊 極權升天 葉國文 然後這個私俗庭 去當他的這個 那個什麼名政權下地府 這個也是很誇張 私俗庭當民政處處長 不要講天下第一處 私俗庭的經歷 若選也可以當經歷的話 那我好幾條 我有三條若選一條退選好不好 拜託一下 那一條若選的經歷可以當民政處長 那麻煩兩位大大幫我介紹個副市長做作 有新竹現在正在找副市長 先不要 高鴻安也欠啊 對啊 先不要 我的意思說 這若選不算資歷嘛 他就一個這個科技公司的HR 另外一個是選舉失敗經驗 我沒有瞧不起HR的意思 我只是意思是說HR的工作跟民政處處長 是天差地遠 民政處為什麼叫天下第一處 一個縣市長能不能連任 看民政處處長 做不做得好 很重要 關鍵因為組織盤是民政處處長在控 高鴻安這局 我看了我看懂了 他沒有想連任 他知道他沒辦法連任 他現在問題是會被坐牢 對不對 不然怎麼敢 我民政處最常是找老議員來當 兩三屆當是最 幫忙HR盤 他地方美膏也熟嘛 對不對 你怎麼會找一個這個 這個建商的老婆 對不對 你的姊妹 然後一起去日本是不是 然後還拍合照 不可能嘛 你找時候 最後一拖 兄弟姊妹 能撈趕快撈一撈 我的餘溫不多 我先趕快把他安排一下 不是這樣子嗎 不然再怎麼樣 我坦白講 再怎麼仇用 很少仇用到民政局 民政處的啦 那是根本耶 生死盤 他有一個可能是高安真的完全不了解市政 他不可能 他其實也沒那麼傻啦 這個民政處是這樣 民政處管的是所有的里長 對 區公所 區公所 民政局民政處 所以民政處是管很大的 就是他叫肅政之母 所有大家現在認識的局處 通通是從過去的民政分出去的 不管是社會也好 以前都是在民政 所以我覺得高安病 他可能知道說 這個很重要 可是對他來說 每個局處都很重要 我反正 我就是要安插一個人啊 因為原來那個我要讓他走 我就是要安插一個人 所以他就哪裡有位置 要安插到哪裡 我覺得這個是高安對於市政的不熟悉 就跟他每次一出事 出狀況 就要去挖新竹棒球場 邏輯是一樣的 他就要看有一個坑 我就補一下 他沒有坑 我也想辦法挖一個坑出來 這是他的邏輯 但很有可能 真的就像鄭浩講的 他心裡 這樣很可能 真的包括日本或者美國 就會成為他的畢業典禮 因為他10月即將出庭應訓了 那一般如果說我要考察 然後9月開標 然後10月要去 這是不是很罕見 是很少 這非常少 很臨時的感覺 而且要看他這次出去的預算是 比如說是放在 不會放在市長 市長是沒有啦 是哪個局處 是行政 還是民政 還是研考 還是什麼單位編的預算 讓他出去 對像他 像那個 他在這一次日本出行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颱風也剛走 那包含我在內的好幾位議員 都有誠懇的呼籲高雄安市長 我們颱風剛走 你應該要繼續作證 我們的這個災害指揮中心 來去做我們這個 災後的這個 後續的一些巡檢 調度的一些工作 那這個時候新竹市政府 他的回應是說 這個出國考察的這個 規劃流程很久 那個在這個早在三四月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規劃了 那個時候就已經定案下來了 那才剛好碰到這個颱風 所以市長還是按照原定行程出去 但是他在做 說完這個解釋之後呢 馬上就在 同樣的這個九月 這個時間點說 他十月要出國 所以是 去日本比較近的地方 要規劃比較久 那去這個 坐十幾個小時飛機的 美國 一個月 我一個月後想去 然後就可以馬上 在九月一開標 然後就可以馬上決標 馬上就可以去 這是完全就是說不通的 而且我覺得他的出國時間點 其實很奇怪 因為我們下會期 其實是省預算的時間 通常市長一定坐在 為什麼 因為要跟議會溝通 下明年度的 尤其高鴻安 要積壓嘛 他這次 所以 十萬要積壓啦 對啊 安庭積壓沒有聽過 所以如果不是這個 如果不是剛剛 鄭浩所講的這個邏輯 我是其實很難想像 為什麼高鴻安要在這個時間點出國 因為這是他上任市長之後 第一次的預算 上一次的預算是林志堅編的 不是他編的 所以他自己要落實他的市政的話 應該今年的下半年要站 要在新竹市 趕快跟議會去溝通 讓所有的預算都過 不管什麼大車站的計畫 什麼的 全部都要過 結果他居然九月 規劃十月出國 如果去美國先去日本再去美國 一定是畢業典禮啊 不然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我很 沒有辦法理解 還要看他到底那個十月十一號 他到底有沒有要親自出庭 還是他要透過這一個考察 然後把他閃過去 那可能我不知道法官會怎麼樣看待 那易善哥 我補充請教 因為剛我們講說他跟建商的關係 為什麼那麼多他用的人 都是跟建設公司有關 那再來看一個案子 因為議員是不是他在上任前 本來的態度是覺得支持林志堅 那時候的大新竹 在去年三月的時候 高雄安他還是這個立法委員 那那個時候就有傳出風聲 他要選新竹市長 那他也是剛好從那個時候 才開始來關心 我們這個新竹市的一些相關議題 所以在去年三月的時候 他在跟這個王國財部長的 質詢的過程當中 他強烈的要求王國財部長 應該要全力的來支持 我們這個新竹的重大建設 包含大車站跟這個輕軌計畫 所以他在去年三月 是很明確的表態 要支持這項政策 但是在上任之後 卻又說可能要從長計議 可能沒有辦法照原本的規劃 所以這個中間的這個轉換 跟這一些零零種種 是否有存在對價關係之間的事情 就會讓人引起遐想 你會怎麼來看 大家看一下這個大車站真的很漂亮 這林志堅規劃的 很漂亮的一個車站 爭取了將近一百億的前瞻計畫的預算 因為只有二十九億叫做新竹市的自首款 其他都是中央補助 在吉他館市台中就好了 手大家唱了 就為什麼這麼大的一塊建設 而且對於所有新竹市的交通也好 人民的市民的相關的一個他的通行也好 都非常重要的一個建設 那高王安竟然說他不要了 而且要重新檢討 其實跟都庚的利益有關 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遠雄所謂的新竹市的後火車站 遠雄集團曾經標到那個所謂的都庚的計畫 就都庚計畫自辦都庚的時候 就已經引起所謂遠雄集團 趙騰雄所謂的那個所謂的賄賂案 所以賄賂案那個案子停了下來 民治建為了解決這個案子 他同時提出這個大火車站計畫之外 那相對的其他周邊地區 你也要跟著都市更新啊 都市更新他就提出所謂的公辦都庚嘛 為什麼公辦都庚跟自辦都庚的差別這麼大 公辦都庚我市府的土地 我不用得到利益 而且我所謂的回饋就會減少嘛 因為我雖然有地 但是我大部分都經營公園啊 公共空間啊 這個是市政府為了提供給市民 最大的利益的時候 所以他回饋的那個錢 或者是回饋的那個空間 他會相對來講就降低嘛 如果自辦都庚建商一介入 重點就在於所謂的分配的利益 跟土地跟房子的坪數 我才建商才會得利嘛 所以公辦都庚跟自辦都庚 就會變成是這個火車站蓋得蓋不蓋得起來 或者要不要推動很重要的觀點嘛 所以前陣子市議會議員在這邊可以知道 市議會有決議說要重新檢討嘛 為什麼很多人的利益都卡在 議員的利益都卡在那邊嘛 還說公園太大了 我們管理會不當啦 這是什麼理由 大家都期待公園 大安森林公園大不大 所以市民要的是公園 所以說還怕說公園太大 所以會管理不當的這種理由說 我們不要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大新竹車站的這個計畫 是很奇怪的種種計畫 但是高王安竟然同意了 說我們要重新檢討 其實重新檢討 背後就是所謂的公辦都更 變成自辦都更 這個龐大的利益嘛 你怕死人啊 我用一個都更案就好了 那幾個都用一起跳的一些利益 這些利益的分會 包含議會 包含這些他帶進來的什麼私處庭 這些人建商的這些利益 是不是都綁在一起 所以他在下任之前 他在下台之前 一定要先所謂的 把這個案子先暖割 甚至可能在你回國之後 可能先要處理 就是我停止這個 所謂大新竹車站的計畫 開始所謂的自辦都更 這個東西我們議會 議員在這邊 一定要要求議員強力監督 不要違背市民的利益 因為這個100億的建設 對於新竹市來講 對全體市民來講 就是太重要了 而且中央還補助了81 還不是市民出錢 所以這個計畫 如果推動對於新竹市民是對的 但是高王安卻為了建商的利益 可能擱置這個計畫 這個我們在他下台之前 我們不能任由他為所欲為 好來接著我們來看的是 柯文哲他在新竹的這個老家 被踢爆說頂樓是有鐵皮加蓋 那柯媽媽呢 昨天在這個受訪的時候 還流著眼淚 雙方有意思是那個先來看的 新竹的老家 有什麼東西 要求你 就說真的 我們請玩